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宇凱 Hi-Fi 過網站 寄來一個最新的東西 達音科的KIMA 大家想說奇怪 怎麼又寄了一個KIMA來呢 上次我們才介紹過啊 大家看清楚包裝上面寫 這就不一樣囉 我們直接來講講 KIMA跟現在的Classic 差距到底差在哪裡 最大一個差距就是 它的顏色變成了 比較深一點的咖啡色 原本是比較銀色一點的感覺 而且它裡面的線材顏色 也變成咖啡色 感覺比較沉穩了一點點 但是調音風格 大家請看這一張圖 欸 調音的曲線完全不一樣 我們之前介紹的原本的KIMA 是比較雜實性的 聲音比較緩和一點 聲音比較暖調一點 聽什麼都非常適合的 欸 但是這一次的Classic 不一樣囉 大家看一下它的曲線 欸 好像比較亮的地方 提上來非常多 而低音的地方呢 也往上再拉高了 變成比較V字形的調音 比較適合什麼 流行樂囉 而包裝內容物裡面的 三種不一樣的耳套啦 連裡面的槍體形狀大小 槍體所使用的單體 線材全部都一模一樣 就是調音風格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裡面的東西呢 我就不再介紹了 這一次我們就直接來介紹 聲音風格還有怎麼搭配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試聽的方式呢 就是使用iPad Pro 連接小尾巴DAC Fill的KA5 然後用3.5M的方式 原廠線來聽 欸 聽起來聲音 馬上就能感受到 跟我之前介紹的原版的Key嘛 聲音差距非常的多喔 你可以馬上感受得到說 哇 人聲本來是暖暖的風格 聽什麼都很舒服的風格 突然變成聲音層次變得非常的多 人聲的部分喔 因為我們看它的平衡局 在好幾個地方也被拉起來 所以在一些人聲的氣音的地方 人聲中頻表現的地方呢 欸 很多地方會變得更清楚了 而且在低頻的部分 可以感受到那厚實的聲音 那低音那個把你包起來的聲音 多了非常的多 可以讓你感覺 哇 蹦蹦感被帶了起來 所以這一副耳機真的是 完全的流行樂的耳機啊 那麼也因為它把前面聲音 有一些地方拉高之後 欸 在聽遊戲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人聲聲音好像 變得好像有點乾薄 甚至說在有些 有用力唱上去的時候呢 會感覺好像有點唱不上去 聲音好像被受限的地方 好像有點刺耳 欸 這時候呢 我剛剛試聽了這一首 孤獨搖管的 Gi Tいた domain 有這些 nigga applicationikh Impfung 自稱呼一喚 constantly 我就有感受到 Ekuya 她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有感受她 RB 他在用力 要唱的時候 好像有些地方 人聲好像有點薄薄的 而且她上去的時候上不去 又有點尖銳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就要靠小以巴低血角 不一樣東西來幫你做搭配 那我试了另外一个 感觉不错的 就是这个 IQO的ITB03 IQO的ITB03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它的声音是说 是比较属于 声音比较暖和形 声音会比较带圆润的 所以我在一样在听这首 吉他头头头头 熬一口气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一句就是这样的时候 它声音 本来那种很尖锐 有点唱不上去的感觉 它帮你消源 带压下来之后 甚至说在人声中频 让你加厚了一点点 会感受到 这样子的调和 反而比较好听 那么接下来我想试一个 上次KIMA没有试过的 就是换线 我想换一个4.4全平衡的线 来试听看看 上了全平衡推力变大之后 KIMA会不会给我们 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的感受 那我手上刚好 Hi-Fi购网站 还有寄另外一个 耳机升级线过来 Kenryua的Grammer 那这个耳机升级线呢 它是无氧同度银的 而且它可以换头哦 有一个3.5M跟4.4全平衡在里面 而且大家看上面这个图片 嘿嘿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它可以在你的耳机线上面 装一个麦克风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有喜欢的耳机 但是我又没有一支麦克风 还有一支麦克风装起来 有点麻烦 但是呢 它可以在它的升级线上面 自带一个麦克风 可拆线式的麦克风 让你直接用最喜欢的耳机 再加上麦克风 就可以跟别人直接对话了 好的 那么我已经把它换上去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非常的奇特 一个耳机上面 还带一个麦克风 哎 我这装饰给大家看 它就是会有一点点重量 但是其实它这个麦克风非常轻 而且这个地方呢 它是可以弯曲的 所以 哎 戴起来之后 其实还不错 戴起来之后 哎 直接讲话 别人就可以听到你在讲什么 不会有那种 好像耳机要垂下来的感觉 因为这一支非常轻 所以不会 而且它还有在给你 防你喷麦嘛 所以它还是有给一个防风罩 可以让你装在上面 才不容易 气意在 啪啪啪啪啪啪 跑的时候那啪啪啪的声音 跑到别人的耳机 它别人听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那么当然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跟大家讲 就是如果你上了4.4全片 4.4全片 它没有那个PIN的地方 是连接跟麦克风相通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用4.4平衡 为什么麦克风没有声音 只有3.5mm的那一个头 跟麦克风才有相通 而且连你前面的DAC 小尾巴DAC的口 也要支援带 可以麦克风相通的 不是说你随便跟小尾巴DAC的口 接上去麦克风就会通 所以你连前面所有的设备 都要跟麦克风有办法支援 这个东西才有用哦 好了 那么4.4全片部分呢 我也试听完 我一样听了 吉他的口味都 阿尾吼西的时候呢 诶 一样使用IT-B03 这时候能可以感受到说 力量被激发出来了 诶 诶 这个KEMA Classic 如果你能换4.4全片的话 非常推荐你 那整个力道 低音被拉起来 甚至声音的扎实度被拉高了之后 你就感觉 诶 声音变得更好听了 甚至啊 多多少少因为4.4全片 所以声音的广阔性呢 多少被拉开了一点点 会感觉上 声音没有被压抑的这么的紧触了 反而是有点宽松的感觉 戴起来了 会变得比较好听 那么最后呢 我又上了一个DAP Sony的ZX707 而这时候听Gitara Toto K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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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i Hoshi的时候 诶 一次就通通到位了 第一个当然是 啊 707他下放下来的那些大电容 可以让你感受到 低音在澎湃起来的时候 后续延伸的感觉 做得非常到位 4.4全片上去之后 那个压抑的感觉不见 力道足够了之后 可以感受到说 诶 我前面说的好像前面那些坚持的感觉 压抑住 没办法上去的感觉 通通一次得到了缓解 这时候我才觉得 Kima Classic 终于来到声音 我觉得最好听的时候了 好的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达音科的Kima Classic 调音风格 确实跟上一代差距非常的多 但是它的价格呢 其实完全没有变 它只是让你有两种 不一样的声音的选择 分了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让你来做选择 那么以现在的Kima Classic 它声音调音风格 比较趋向于流行乐 低音比较多 前面的声音呢 人声层次也比较多 但是也因为它调音风格 有所改变之后 扎实性并不像前面前一代 这么的好 所以在前端的搭配上 我比较推荐你 去搭人声中频 比较丰厚一点 比较圆润一点的 来去压压它 那个比较尖锐一些的地方声音 我搭了几个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艾口的ITP03 甚至呢 如果你愿意再多花一点钱 DAP Sony的Z和707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有机会的话 当然了 能上4.4全平衡的话 那也可以去试试看 可以比较让它压抑的感觉 变得比较宽松一点 放开来了一点点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次的开箱 达音科的KIMA Classic 以及耳机升级线 那么这两项产品呢 都可以在 Hi-Fi-Go的网站 进行购买哦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去看看哦 那么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拜拜